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iffany 欢迎大家收看稀奇古怪算命通 其实算命这件事情在很早很早 古埃及的时候就出现了 而且有很多记录可循 但是出现算命并不稀奇 而是早在人类出现的时候 就有很多占卜行为 他们会靠着一些树叶 或是阳光移动的情况 或是云移动的情况 来看看他们今天 是不是可以顺利捕到猎物 或者是今天可不可以安然度过这一天 那么这个节目也是教大家 用一些身边唾手可得的事物 来帮大家看看 今天到底是不是会幸运度过 也帮大家看看 自己期望的事情是否能够达成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 非常容易得到手的 鸡蛋 来帮大家算算 你的运气会如何呢 先欢迎我的助理主持 Dang Hello 你好 我们今天的食谱是什么呢 是虾仁花蛋还是 没有虾仁 也没有牛肉 你早讲我刚经过市场就可以买虾仁过来 我刚有经过市场啊 但是虾仁跟今天的占卜主题没有关系 所以你要回来 今天是来占卜 对今天要来占卜 所以你要把你身上这个 好像小牛仔的围巾拿掉 这事也不讲清楚呢 还有你看盘子刀叉都带过来 这个是用得着的啊 等一下我们做好的蛋呢 全部你都要把垃圾给收掉 就是我们占卜完的东西 所以我是来收垃圾就对了 是你来收垃圾 OKOK 好所以除了你以外呢 我们还找到一个特别来宾 跟大家一起来玩玩 这么有趣的鸡蛋占卜 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来欢迎Cake 我其实也今天准备了这个筷子 因为想说等一下要占卜蛋嘛 应该要煮熟要来吃 吃的话由它处理就好了 那筷子我再留给您啊 你可以尽量打多打一些 然后让它吃掉 OK没有问题 这我最会了 好现在先问一下两位 你们有没有打蛋的经验 我蛋打破是很会啦 但是真的要把蛋打出来 就对我来讲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所以等一下可以先练习一下 OKOKOK 那你有打蛋的经验吧 有啊 不过我都是两手打 两手打跟一手打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所以你等一下除了吃蛋之外 或许可以帮忙打蛋 让观众来看看 到底怎么样打蛋 可以帮助占卜更准确一点呢 好下面我们就回来看看 鸡蛋占卜要怎么问 好大家现在看现场很像烹饪节目 对不对 其实这个跟烹饪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示范 怎么样来做鸡蛋占卜 来先让Tik拿一个碳 哪一个 随便挑吗 随便挑一个 人家说喝酒点紅茶 所以我要挑对象的人 你这个人就跟点名他一样 好 我先示范一下 好 我们拿了蛋 首先呢你拿着蛋放在掌心 想你的问题 怎么样问问题很重要哦 比方说我跟某甲下个月可以结婚吗 或者是说我三天后去找某A 告白可以顺利成功吗 我一个月后跟老板一起去出差 他会答应我的请求吗 像这样比较detail的问题 可以在心中默想三次 然后呢 你再把蛋打入拼底锅里 那我要讲我是谁吗 报名字吗 跟 不用不用 你不是在拜拜 所以你不用报名字 你只要自己专心的想问题就可以 好 他决定不要告诉我 好秘密哦 好 好 可以打了 要打在锅子中央 其实大家在家里打的时候 不要找太小的煎锅 像有些人可能拿日式的煎锅来打 那可能太小 你会看不清楚蛋的形状 那它有点滑开了耶 对对就是要看它滑开 好 大家慢慢可以看到 我们让它凝固一些 等一下呢 再拍给大家看会比较清楚 当然你在自己判断的时候 就可以先判断了 那有一个要点就是 你不要想说蛋黄一直移动啊 你就是摇锅子 或是用铲子去铲它不要 所以我是完全不能做锅子 对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步骤哦 拿了鸡蛋 取完润之后 在锅子的正中央 把蛋打下去 然后你看蛋黄跟蛋白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来跟你分析 你的答案是什么了 但是如果说我的地面是不平 那怎么办 它会滑 地面不平 对啊 就是如果我的锅子它不平 那它是不是会滑到另外一个 瓦斯炉平就好了 瓦斯炉平就好了 瓦斯炉平 对对对 也是哦 其实我们以前有在跟大家玩 就是大家在外面玩要烤肉嘛 地板很热 我们会把蛋打在薄油地上 就是看那个蛋的状况 当然就是大家好玩 因为那个蛋完全不能吃 哦我以为想说你又有找当需 哦找当需 他负责吃蛋的 他负责吃蛋的 然后就拉丁子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要由当来示范一下